字幕提供 好了,我們今天來到 《創業景訊》也是結局篇 可能我們遲些,Ronald有時間 我們等大家沉澱一下 在下一集做總結篇 都可能好的,溫顧知新 今天我們叫做墮入深淵 游出大海,魚雀炸彈的切焗篇 切焗篇,這些又要再恭喜大家 因為你真是很成功由鹹淡水交界 去到一個大海 汪洋大海 汪洋大海 那你當然會遇到汪洋大道 如果遇到汪洋大海 變成大一點的局 就是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非常像樣的 很像樣的 跟真的嗎? 跟真的,比真更真 比真更真 那你就要小心 那怎樣真法呢? 這個最近期我遇到的一個實質案 就是去年年尾 我見到有一間公司 他就是有些討論的 他通常會搞一些教堂 教堂就是會告訴你 現在有些什麼是不好投資的 他就會數了 黃金,跌了 跌了很厲害 真的搞不定 那樓,升到很厲害 那你現在才買 會不會遲些呢? 股票,不動 是嗎? 上了幾十點 對,移動的世界 你又怕 那有什麼好買呢? 日圓又回了 外幣又沒有 外幣又沒有 又不行 技術品現在沒有市場 大家縮了 沒有東西了 沒有東西 最後一句就是 最慘的是什麼呢? 錢不斷貶值 那好吧 那好吧 那這個就是教堂裡面 那一場 一開始開放 也不止教堂 是嗎? 不止 我想現在很多 你遇上一些 各式各樣的經濟 都是跟你說的 都有機會跟你說的 是 那我就會問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世界 怎樣才會有錢呢? 怎樣賺錢最快呢? 是 他就讓大家想想 是嗎? 就是勤勤,行不行 你拿著一百元 你拿著一萬元 也拿不到一萬元 但如果你拿著一億 你很容易賺一億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一億呢? 請問 那他又會問這個問題 是嗎? 沒有,真的沒有 但是我們加起來 可能有 OK 於是我們這個國際性的集團 就在幾幾幾幾年 通常有幾十年歷史 通常有幾十年歷史 在這段時間 我們就做了不同的 國際性的 區域性的集資 譬如我們在亞洲 不同的國家 我們插了幾千的 譬如一億美金 兩億美金 我們就買了那個 煤礦 或者一個森林 在短短五年至八年間 就增值了幾倍 一定是倍 不會是幾十%的 沒有可能的 於是所有參與這些投資的小股東 記住你是小股東 你是小股東 你是一間公司有份的 你是享受到幾倍的資產增值 於是乎 亦都再將這些成功得回來的資本 再reinvest 這個滾傳之下 我們有很多的小股東 初頭有100萬的資金 變成現在已經幾千萬的身家 短短幾年時間 這些就是一些紀錄 一年十倍 我們說不上 但是一年幾倍 怎樣都有 怎樣都有 我們很受估計 一年十幾倍沒有 但是到現在 都一年還有幾倍 就是他還會說 說這些東西給你聽 沒錯 其實為什麼這些東西會合作呢 有幾個很根本的原因 第一 其實他是中了你心裡 一個很重要的心結 就是你想做老闆 你想做一間很像樣的 有規模的企業 或者組織的一個director 你的身份 由一個普通投資者 搖身一變 變成一個公司的持有人 其中一份 雖然很小 但是你也是老闆 這是一個身份的提升 第二 你會覺得你這個投資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more touchable 就是比較像我去買一個 不知道什麼股票 你真的不知道要怎樣搞 但是這件事 你不要說什麼 就算買匯豐 都不知道怎樣搞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太大 大到一個地步 你買AIA匯豐 你純粹是感覺 買品牌 你反而告訴他 在某間BVI公司 有個森林 他不明白 是的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 他看見森林比較親切 是的 起碼有樹給我看到 Googleman看到 是的 尤其他們對這些資源的投資 很實 他不可以走 森林走不了 是 那個地區 他也是這樣跟你說 印明森林不會走 是嗎 看到的 只是升多少 很多的問題 他還會邀請你去 是的 你是不是去 所以 於是 那個情況就是 你覺得 100萬 當然是恭喜你 你當然有 你有這100萬 或者200萬 你就做了這個投資 做了一個老闆 但是很快 你會發覺 編局就是這樣 是不會有 剛才或者之前 我們有這麼多集 慢慢死去 是忽然死去 就是整個公司 你是 上去 咦? 例如坐地址 咦? 不是啊 真的在這裡 為甚麼 沒有了幾間公司 很多這樣的情況 這些 剛才我說的 這種方式 很多的編局 都是用這種形式去做 只不過是變化 不同的意思 這些是一些 大海的編局 但是剛才你說的 通常有幾十年歷史 那幾十年歷史 那幾十年歷史 為甚麼 應該不會這樣 有兩種情況 第一就是 好像我想說的 第一種情況就是 根本那間公司 告訴你幾十年歷史 你檢查過 就不是幾十年歷史 很簡單 這就是 剛才你說了 第二就是 你檢查過 那間公司是幾十年歷史 但是有很多公司 擠了幾十年 在一些會計師行 沒有運作 只不過你是買了一間 有幾十年歷史的空殼 然後就改過名字 即擠進去 擠進去 在歐洲有很多 過半年歷史的公司 是等待給人買的 那就是深魔來的 那要提防這些深魔 避免被深水炸彈炸爆 應該怎樣 也是拿了幾樣東西 也是拿了幾樣東西 如果這樣投資項目的話 你清醒點想一下 清醒點想一下 如果那些項目 是這麼有保證 去有這麼大的增值的話 輪到你拿著那一百萬 其實很少錢 輪到你拿著那一百萬 去逐個逐個去進去 那拿莊不是很麻煩 他要籌集這麼多的一百萬 通常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增值 李先生會先知道 哪個李先生都好 哪個李先生都好 總之就不是你這個李先生 沒錯 即是說一些比較有失力的 一些有錢人 或者一些財團 他們會很快已經知道 這些優質的投資項目 剩下的就是什麼呢 不是優質的 對 你反過來想就明白了 你有一個這麼優質的投資項目 你去找誰 也就是 不是 你去找誰先注資 對 對 你也不會找一百萬的投資者 你有這麼優質的投資項目 你也會找一些好的投資者 再選一個 我既然也要說一次 對 對 我只要一百個次 去找一百萬 我和一個人說一次 他一次就選不出給我 所以我意見 對 Ronald這個 你用這個邏輯去想 一言驚醒 你便會想 為何要清醒一點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當你有一百萬 你當然一百萬拿出來 你當然不只一百萬身家 對嗎 但你要知道 你不只一百萬 但你不會有很多一百萬 對嗎 你輸下一個 輸下一個 其實你不是在做生意 你純粹是給人 送錢給人 這個概念 是需要拿著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清醒 我覺得創業 講這麼多一集 就是 如果你看這麼多一集 Ronald每一次完結 都會令你醒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們多謝Ronald說了這麼多集 但是 我們希望將來再會 有其他合作計劃 我們在想幾個不同的模式 但是由於對著Ronald 我不敢亂說 我要做了很詳細的資料搜集 了解了市場先 和確保資金和營運方面 搶都無阻 大家都很清晰的時候 我才夠膽找你 多謝Ronald Thank you 謝謝 好 多謝